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到没有我们财经一路发 有Podcast专属频道 您上Podcast商业栏目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目前应该排第四位 第四名 所以各位可以上去 我们Podcast随选重听我们的节目 因为现在目前的Podcast的内容 都是我们同仁 把我们节目很辛苦的 把它download上去的 放上去的 做一些整理放上去 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就想说 那能不能做一些 另外的不是在节目里面的内容 就每天daily节目的内容 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要开一个限定版 是专属Podcast的 所以广播节目是听不到 那明天我们就会有一集 专属限定版的Podcast上架 所以欢迎大家去收听 是有关比特币 怎么买卖 我们该注意什么事 因为比特币太夯了 升到6万美金 最近虽然说稍微下跌 但是又往上爬 那今天也蛮多新闻 有关比特币的 因为伊隆马斯克已经宣布 这个特斯拉可以用比特币来买了 这个也是一个大新闻 还有富达Fidelity 他也有这个比特币相关的新的动作 那大家都知道富达是一个大头性 大投资机构 他针对比特币的动作非常有指标性 我看CNBC是用头条新闻来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可见这个比特币已经是 大家众所关注的虚拟货币的焦点 另外各位来关注就是说 外资一直在卖台股 过去五个交易日 外资连五卖 总共已经套现超过1000亿台币了 那这个外资到底会卖到什么时候为止 如果外资的卖压不止的话 那台积电连电会有起色吗 因为他都套现这些全职股 所以这也是另外各位关心的一个焦点 还有就是刚刚谈到的三四英三的金鼎 他有接受日本媒体访问说 他考虑要到美国去设厂 不过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美国设厂成本是台湾的两倍半到三倍 那你要去看看 到美国设厂是不是能赚钱 因为成本非常的高 还有另外他们也提到的是说 人才是个问题 到底找不到合格的员工 这也是金鼎在考虑的方向 不过非常有可能金鼎会去到这个美国设厂 那至于说新市场股市最近会市 这个双头压力 我们看到汇价开始出现回扁 那另外股市也有似乎有做头的现象 比如说像印度股市就灌破季线 其实不止印度灌破季线 你看香港恒生指数早就灌破季线了 这两天也是灌破季线 大陆股市也是灌破季线 所以你说台股还能撑在月线附近 也是很强的对不对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台币开始明显回扁 包括人民币也开始明显回扁 那这一波的外资 从亚洲全面的撤出 不单单台股 过去五个交易卖超台股千亿 事实上外资是全面雅股在撤出 那到底它会撤到什么时候 那这些新市场货币是不是我们要注意 以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买新兴市场 本地货币计价的这种债券基金 是不是我们也要注意它可能会回跌的风险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顾的梁佩玲协力 佩玲你好 穆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发现很多股市都已经跌破季线 对 其实就像刚穆华大哥点名的 其实这一波如果以最弱势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新兴市场 这当中其实跟我们年初 其实看的包括了就是年初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都是认为美元是比较弱势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就是从拜登政府通过了 1.9兆美元的一个刺激方案 再加上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一个走升 目前虽然又放缓到1.6%左右 可是因为它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利差 还是在扩大 尤其是欧洲跟日本 所以整个美元指数呢 是走缓步走强的一个状态之下 就让整个新市场 其实货币或者是股市的部分 都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卖压 那这当中的答案包括了 像是如果我们以今年的高点以来跌幅 超过了有一成的话 大概就是在所谓的一个新兴市场 然后亚洲市场 然后上阵大概跌了9个percent左右 然后国企股跟恒生指数 大概是跌了12跟10个percent左右 都是算是相对比较重的 那甚至像其实我们看到像 拉丁美洲的部分跌幅也都是超过了有一成 这当中当然其实真的我觉得跟很大因素 跟美元的一个转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就美国股市本身来看的话 是以NASDAX生计指数是跌了将近15个percent 是比较重的 再来就是像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8.8个percent 然后NASDAX指数大概有8个percent左右的一个跌幅 那反而是你可以看到像是像之前我们提到的 因为在整个资金轮动的一个状态之下 反而像倒重的部分大概就是跌 跟S&P大概跌幅就是在两个percent左右 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资金的一个轮动算是蛮明显 不仅是在全球就是可能资金有回流 往美国市场靠拢的一个迹象 在美国自己本身也出现了就是在成长跟价值 这部分做一个循环轮动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什么资产的风险呢 如果说现在这个趋势不变的话 第一个如果当然如果就老实说 如果就整个全球股市 的确我们观察到最近的很多股市 其实都是呈现一个跌破 同时跌破了月线跟季线 那像刚刚提到了 如果以最弱势的就是在中国市场的部分 然后再来以美国来看的话 我们会优先观察的还是在科技股 那因为科技股跟生技股 目前就是都跌破了月线跟季线 那这部分如果月季线出现 其实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短线上如果在这部分又出现在 比较明显的一个长黑棒的话 基本上就代表它的一个下挡的一个幅度 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甚至呢即便比较好的情况就是 需要用一些时间来做一些 就是用时间换取空间啦 就是比较需要长的时间来做一个震荡整理 来取代它的一个下挡的一个跌幅 这当中当然我们观察的是 如果以新市场我们还是会优先 以美元指数作为一个观察的指标 因为如果以美元指数来看的话 它目前大概是在 就是年限的反压大概是位在92.7附近 那目前是在92左右 其实如果年限的反压能够顺利的突破 而且站稳的话 基本上它有可能就会再往上 再去挑战可能像是94这样子的一个关卡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境的话 对新市场的压力就会进一步的一个扩大 那这当中当然我们觉得可能外资的一个卖压 看起来就还是会持续 那但是如果美元指数能够在这部分 面临到年限的反压 能够没有那么快的一次突破的话 我觉得反而让新市场在这部分 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因为第一个真的其实如果以新市场 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港股这部分 其实我们觉得短线上的修正幅度 的确是蛮快的 而且这波的一个跌幅也算蛮大 这当中当然背后有不同的因素 以中国来看的话 内地市场本身当然就是包括了 像是之前的爆团股 就是很多散户积极爆的这些股票 出现了大家争相出场的一些踩踏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是港股的部分 又以科技股为主 主要是担心中国政府对于腾讯 这些大型网路公司的一个监管 不过我们看到像腾讯最近的股价 其实波段的跌幅也都有超过两成左右 对 腾性都跌到两成 这是市值最大的 就跟之前的阿里巴达 有点类似的 很夸张 这市值是最大的公司 对 那这当然会对港股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觉得其实这真的短线上 都已经反映在很大的一个 就是已经很急速反映在利空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到像是这两天 其实北上的资金就代表了是外资的部分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有去承接在内地 中国的内地股市 我们觉得这算是一个市场初步寻求 要止稳的一个迹象了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个状态 还并不是很明朗 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希望能够先求止稳 那只要是止跌回稳在这部分 不要再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至少就可以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这当中当然最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还是要看美元指数的一个部分 好 你去看腾讯的周K线 对 到这个礼拜是连六黑 它是很弱 对 它不是跌破季线 腾讯的周线是已经 它已经跌破半年线了 对 这真的 你看它从今年高点775块港币 跌到今天已经是跌到了606块 两成 那你看像阿里巴巴是跌28% 然后像美团点评就是像我们做那个 跌了更多 对 跌了36个percent 力讯更是跌翻 对 力讯也是属于爆团股的概念 对 力讯都跌了超过四成 对 所以当然我们觉得说 第一个当然目前市场上是比较担心 因为中国最近的疫苗施打速度 其实在亚洲当中还算是相对比较快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它是first in first out 就是算先面临到疫情 那也算先走出了疫情 所以对于政策这一块一直还是有比较大的concern 那我觉得这部分只要在 接下来包括了可能三四月份要公布 像是一些信贷数据的部分 只要再度凸显出整个官方的货币政策 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去收紧 那再加上整个筹码面的部分 经过了这一两个月的一个消化 我觉得短线上的卖压会开始慢慢的一个舒缓 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势 但是我觉得中国市场可能短线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个消化 这要港府出来说好我们那个股票印花税不调高了 你说上次调高印花税就跌得很难 那明白就是头部就是他造成的 他故意打压的 对 他刻意要压盘 那为什么他要刻意压盘对不对 这也不可能是港府自己的决定 应该不是 对啊 大家也都知道了嘛 很清楚嘛 那港府为什么要刻意压盘 可能就是说感觉就是说要先压下来他防范一些事情是这样吗 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了 然后又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 所以今年的政策方向是比较力求在维稳的部分 那在股票市场的部分也不希望说出现说很明显的一个过热 那因为之前真的像抱团股那种都有一点投机的一个气氛 所以我蛮浓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以政策的方向还是希望稍微维稳一点 所以这部分当然就短线上的一个投资心里面是需要去习惯这种慢牛 或者是这种市场是需要比较谨慎来或者是回归基本面的一个策略 好 不过领跌的港交所今天倒是出现三%的上涨 这波港交所也是跌的非常惨 从587块跌到今天盘中的时候 最低曾经见到过421 那收盘收449 已经有出现一根红可以拉上来的情况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怪的是最近美国公债值率有明显的回跌 就是代表债券价格有明显的回升 但是股市也不涨 反而还是在那边盘啊震啊震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继续赶来请教富然柯林投顾了梁佩玲协力 佩玲先前美股跌 美股的压力很重 不是因为债券殖利率深的关系吗 那最近殖利率又回跌啊 那股票也不涨啊 对 指数我讲不是我们当然讲股票 不是我们讲的大盘啊 指数它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回升 对不对 对 就先前下跌也没有把它涨回来 大概就主要集中在上个 这个礼拜啦 因为如果以美国新年纪公债值利率 大概是上个礼拜五三月十九号 是波段的高点一点七二个percent 那这个礼拜可以看到值利率下来 但是股市却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反弹 甚至是有一些市场可能像科技 或者是生技类股还是持续在走弱 我想这当中当然市场又进一步去聚焦 再包括了就是像先前可能欧洲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 那甚至像德国以下一天之内 其实政策有一点招令戏改 本来说要延长它的封锁 后来梅克尔又赶快翻盘了这样子 这部分其实都让市场的情绪 是相对比较不安的一个情况 那再加上当然最近包括了就是 西方国家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冲突 就是紧张情势 不能讲还没有到冲突的 紧张情势其实有在升温 就不论是像之前就是对于新疆的事件 那我们看到今天像现在 盘前Nike啦或者是Adidas 又因为相关的可能中国有一些艺人就不代言 这部分其实盘前的股价 都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最近大陆开始在抵制美国货 对对对我觉得这部分都是造成 市场信心是有一点比较不安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技术面也比较弱势 所以我就是有转弱的迹象 我觉得所以就四月份来看的话 我基本上我们以目前我们的一个看法 我们觉得第二季整个股市的波动度 可能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可能不是完全一路向下 而是可能会呈现一个比较巨浮 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这当中呢我们觉得可能短线上四月份 第一个当然就刚刚提到了 在相关的一个技术面的部分 可能包括了像月季线的一个死亡交渣之后呢 可能就要进一步去回测 就是半年线或者是年线的价位 那当然如果以美国股市距离年线 其实都幅度都还蛮大的 都还有十几个percent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半年线 就能够指稳这样子一个状况 可能相对市场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真的不兴趣跌破的话 可能大家还是要做好 就是要增持一些防御资产 包括了像是一些传统的一个 保守的一个债券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那第二个 但还是要看四月份很重要 就是在企业财报的部分 因为以目前预估来看的话 S&P500企业 四月份要公布出来的第一季获利 还是有22.6个percent的一个成长 其实还算是不错 但这一个还不是今年的最高峰 今年的最高 获利成长率最高峰会落在第二季 那个年增率会高达51.2个percent 下半年算放缓 但是都还有15个percent上下的一个增幅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的支撑 是让市场有进一步去化解说 如果企业获利还不错 那这部分有助于化解 整个股市评价面偏贵的一个疑虑 那因为一来也修正了啦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反而如果说整个财报公布出来 其实优于有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的话 投资人对股市的一个操作上 倒也不用那么的一个保守 反而可以开始去择优 寻找一些布局的一个机会 不过听得出来 你看起来是 比较偏向这个保守的 对 那因为当然其实以目前的操作 的确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们发现到 其实资金的轮动很快 刚刚提到了除了在新市场 跟美国市场之外 美国自己本身你看到三月份 利率在上扬的过程 但是金融跟能源股还在涨 但是它的涨幅已经不是第一名了 反而是像公用事业 这种去因为反而 跟利率很敏感的一个股票市场 三月份以来的涨幅超过7% 是最好的 那反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市场目前没有很明确的 一个主流跟方向 大家都是比较偏向于 去哪里捡便宜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觉得投资可能还是要去寻找 就是你在选择标的操作的时候 可能要去捡便宜之外 当然也是要留意 它不是一个掉下来的刀子 那如果是掉下来的刀子 我们就比较建议 你可能要用比较长期的一个眼光 或者是比较定期定额 把时间拉长 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方式 所以以目前的一个操作 会比较建议投资人 是以包括了像是 还是以平衡型基金 当做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 那债券的部分 今年很重要 还是会面临到整个值利率上扬的一个利率风险 所以还是要靠拢在比较短天期的一个债券 那刚刚一开始 沐华大哥有问到了 像新市场货币 这部分今年来 其实的确最近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那我们觉得如果在短线美元 还是比较偏强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能还是以美元计价的一个 不论高收益债 这部分或者是像是以波弯债 这种以美元计价 然后他性贫又比较高 是可以投资人 想要纳入投资组合当中 去作为你一个分散股市风险的一个投资标的之一 那整体的新市场债 如果是以非美货币计价的话 是不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当然这当中要看 今年有没有去做汇率的避险 如果有做汇率避险的话 我觉得相对的一个波动风险 就会相对比较小 那这当中其实还是要回归到 看新市场货币 目前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新兴亚洲的一个货币 虽然短线上有面临到外资撤出 然后可能货币有回贬的压力 但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以今年来看的话 主要的货币当中只有人民币 还有印度卢比 还是在升 对美元还是升值的 那反而其他像拉美货币 那些真的都跌得很惨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会 资金还是会去寻找财政体质比较好 或者是经常常淫淤比较好的国家 这当中还是会以新兴亚洲市场 是外资未来 如果想要回流的话 我觉得新兴亚洲市场 还是他们布局的一个首选 不过现在股市麻烦的地方在这边 就你刚刚所讲的 掉下来的刀子 对不对 现在是刀子在半空中 还在半空中 还没有看的 应该讲说刀子还在天花板 要掉不掉 但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掉 也许它这个还会再继续上去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对 因为资金其实还是很多 对 只是说它就是 现在的市场气氛 就是情绪是比较不安的 所以它的波动跟摆盪就会比较大 股市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股市不怕急跌 就怕换跌 对 我觉得会很磨人 因为你急跌像去年三月这样崩跌 一个月给你跌掉30% 其实那就逢低的买点就出现了 是不是 对 可是如果说你慢慢跌 温水煮青蛙 这样慢慢跌 慢慢跌 慢慢跌 跌了你不知不觉的 一下被套得很深了 你也不知道该停损了 还是要怎么样 是不是 对 所以像 如果以单 像比方台股或美股 现在这个价位来看的话 就变成是 好 谢谢梁佩玲 请不吝点赞